大家好,我是阿兰 今天步行五公里进大山去探索一个小村庄 非常非常的偏远 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居住 我们进去看看,走吧 翻越了六座大山 现在我们终于到达这个村庄了 但是还要走一段山路,村庄在下面 这里开始有一个门 这里是围住羽房山羊还有牛儿跑上来 就拦住他,不让他上来,就在村庄下面 看样子村庄,在这里看下去 不知道有没有人居住 我们下到村庄去看一看 哦,这个村庄够偏远了 周路脚都发软了 现在终于快到村庄了 村庄就在下面了 这里发现一个好大的,应该是以前的这个储水池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水了 里面这些杂树都长高了 哇,这个村庄 不知道有没有人居住 发现遍地的牛和羊啊 一片在这里 然后这里是荒地啊 这个村庄这么多这个牛羊马儿遍地都是啊 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居住 我们现在过去看一看到村里面去 我们下到村庄的村庄 好,现在我们已经到村庄这里了 房子看到已经全部倒塌了 看下这一间房子已经垮成这个样子了 这是一间泥房完完全全的全部垮下来玩了 再到别的房子看一看有没有人 这边有一个公宏应该是我一起来让三娘住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就不知道了 开始我还以为这间房子是让羊住的 但是看起来也不像人居住的 人在这里怎么睡得了呢 看一下大山里面养的山羊就是这样子的 这里有一点点水会加一点盐在这里面 然后山羊会回到这里来喝这个盐水 然后是不喂什么的 我们这里的山羊基本上和野生的可能差一点点 因为山羊不会喂东西 然后他自己会进到这个大山里面去吃这个叶子 一直这样子让他自己长大 这间房子就是山羊平时在山里面如果下大雨的话 或者是刮大风他会到这个房子里面来躲 好我们进去看一看 下面好多这个羊分 然后这边 好多木头在这里 这是山羊居住的地方 上面有一把老式的秤 这间房子也是山羊居住的 就还没发现人 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一看 这边这一间也是没有人居住 也是这些山羊牛儿马儿进来住的 一起了快了 可能也是这个无人村的 我们那边还有一间房子去那边看一看 里面黑雾铺的门是关的 无法进去 然后外表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房子也垮了 肯定是没有人的 我们再到别的地方看一看 这边备了好多水 估计都是让这些山羊牛儿马儿喝的 现在整个村庄我也钻满了 大概连倒塌的 可能有个七八五或者是十五左右 没发现一个人 这里肯定是这个无人村了 就发现遍地的这个山羊牛儿 也无人来看守 就这样子的放在这大山里面 我们现在就出山了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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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